这男人永不会虚 只要有我的大炮和火枪在 那里二来多少人都是白给 这孩子算是废了 看样子我得重点培养老四了 皇子殿下 扬州城有四门四洞 乃是一宫安守之地 礼竞可不是跑龙韬的选手 若他采取分兵精工的方式 我大小王朝会面临无将可用的经地 秦先生言之有理 扬州城正值秋收之计 可不能把战火引进城内 真特么头疼呀 领报陛下 陛下 今日有四人来投赢 大小王朝 小的看他们的气质很有装兵王的潜力 放屁 还有谁比我更能装杯 挺好 挺好 他叫什么名字 回殿下的话 他们分别叫刘伯温 汤河 习达 还有长玉春 我尼玛 这是什么套路 刘伯温 汤河 习达 长玉春 不都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吗 难道是崇明 不可能啊 四个人一起来 还都是崇明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你挺我的腰腰 老娘来耶 卧槽 是你搞的鬼 恭喜速度 第四系统绑定成功 新手大礼包已到账 完成任务即可召唤名将 这个新手大礼包的 逼格有点高呀 我尼玛 这下发达了 转留博温 汤河 举打 大侠元帅 加封镇北大将军 陈谢陛下龙恩 举打 被打得这么惨 这他们华驼来了 都得摇头呀 李静 陆西赞 你们可有破敌之策 陛下 虽说咱们的兵力远超于大虾王朝 但如果和虾大头正面拼嘎 咱们必然不是对手 此战若是想胜 就要充分发挥我大军的优势 嗯 我大唐兵多将广 并且还有土拨大军相助 若是分兵攻打扬周辰 大虾王朝必然捉襟见重 首尾难以相顾 哦 李爱卿此计甚妙 陆西赞 你怎么看 初尘以为李元帅此计不 哦 初尘谨遵李元帅军令 嗯 刘伯温果然名不虚传 嗯 传阵旨意 诸位将军领十六万大军 镇守四门四洞 各带十门大炮 一万把火枪 只要唐军靠近五里之内 就给老子嘎他娘的 多将领命 刘伯温 高健武 你们领四万大军 随阵直取李二的老巢 这一次 真要一战定胜负 陛下 这口罩的款式 真是奇特 啊 待上之后 丝毫不影响呼吸 并且还带有一丝清香 请问出自何人之手 嗯 看来四门四洞 都进展得很顺利 这一战 我大侠王朝 必然会取胜 陛下 李静领六十万大军夜袭 剩下十万大军 却不见踪迹 陈担心大唐的营债 怕是有埋伏 军师多虑了 李静不在 此战他必败无疑 嗯 李二恨我入谷 若是看到我率军前来 必定开启风斗模式 嘿嘿嘿 你按照计划形式 率领三万大军 炮轰大营 将士们 跟我嘎进去 陛下 大事不耗了陛下 帝君细颖 卧槽 终于来了 快说 是何人领军 会陛下 是大侠盛放 勤子率群细颖 天助我也 瞎大头 正看你这次怎么装备 神皇陛下 整个营呆 只有门口 几个龙韬手兵 这情况 有点不对劲哦 哈哈哈哈 瞎大头 没想到吧 朕等你多时了 给我上 嘎了瞎大头 慢着 嗯 怎么 是想跪地求饶吗 晚了 朕已令十万大军 把你们团团围堵 只需一声令下 便可万箭齐发 今日你插翅难逃 堂皇不要误会 只是虾某有个提议 只要你束手就擒 我就让大唐皇后怀的龙子 跟你姓 嗯 瞎大头 你欺人太甚 全军听令 瞄准瞎大头 把他给我射成筛子 哦 开跑 开跑 怎么回事 哪来的大炮 陛下不好了 我们被包围了 赢在外面 大炮和火墙兵 黑鸦鸦一片 你说什么 你笔记某早已被 神皇陛下看破 我全你十相点 否则 免不了你之分家之苦 今日朕就算嘎 也要拉上 瞎大头垫背 全军听令 陛下万万不可 此地不宜久留 否则我是万大军 将会全军覆没呀 将士们听着 升勤离二者 赏VIP内容 嘿嘿嘿 杀 杀 杀